那紐西蘭的 紐西蘭的速度 那紐西蘭大部分的道路 紐西蘭大部分的道路線速都是100公里 所以在山中 紐西蘭道路上 紐西蘭大部分的 紐西蘭大部分的道路線速都是100公里 那我們在山中也是可以看100公里 紐西蘭大部分的道路都可以 紐西蘭大部分的道路都是線速最高 紐西蘭大部分的道路都是最高線速100公里 所以我們在山中也是100公里 紐西蘭大部分的道路 紐西蘭大部分的道路 在山路如果前方有急轉彎的話 如果是 那山路 那如果前方山路有一個 那前 如果前方山路有一個轉彎的話 它會有一個山路減速標 會寫說要壓 會寫說要把速度壓到 會寫說 會寫說要把速度降到多少公里以下過彎 會寫說要降到多少公里以下過彎 因為有些彎 因為有些彎真的是急轉彎 如果沒有這些標示的話你的車早就飛出去了 如果沒有這些 如果沒有這些過彎減速標示的話你早就車子飛出去了 在紐西蘭通常都只有一個 在紐西蘭通常一個方向的道路只會有一個車道 如果前面的車開太慢的話 如果前面的車開太慢的話 路面有中線油 路面中線油的話 虛線的地方都可以逆向超車 那我還有發現一個就是 那我還有發現紐西蘭人 那我還有發現一個就是紐西蘭的車的顏色都非常特別 這可能跟文化也有差 這可能跟文化也有差 這可能跟文化也有關係 這可能跟文化也有關係 那路上的路上的三角椎都超級細長 會震動 那因為開車的距離都還蠻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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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怕你 那因為路 那因為開車的距離都還蠻長的 他怕你開車開到睡著 所以你在路 那因為開車 那因為開車距離都還蠻長的 他怕你開車開到睡著 那道路旁邊的邊線都會有震動帶 所以你可能快要 所以你可能快要睡著 然後你開到旁邊的 所以你可能快要睡著 然後開到 所以你可能快要睡著 然後開到道路外面之後 他就會開始震動 然後你就會馬上醒過來 那你可能快要睡著 那你可能快要睡著 然後開到道路外面 那你可能快要睡著 然後開到道路外面 然後他就會開始震動 然後就把你搖醒 超級酷炫的設計 超級酷炫的設計 那你可能快要睡著 然後開到道路外面 然後就開始震動 然後你就會 被洗 那你可能快要睡著 然後開車 那你可能快要睡著 然後開到道路外面 然後就開始震動 然後就把你下行 超帥氣的設計 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